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自讯、流行、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访问到的是 林口长根纪念医院耳鼻喉部的部长 李达仁医师 李教授早安 早安 林小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今天很难得可以邀请到李达仁教授 很多朋友可能都有鼻过敏的问题 或是鼻子的问题 但是你不知道你鼻子到底出现了什么样子的状况 你可能每天就是忍着忍着 就醒完鼻涕包完水饺之后 你就过了一天又一天 但是我发现鼻子对我们人的健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看到知道台湾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有过敏性鼻炎的问题 那请教一下李教授 过敏性鼻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症状跟疾病啊 过敏性鼻炎事实上是一个很精确的定义的 你必须要知道血液里面有什么样的过敏源 那并不是说过敏检查是阴性的 只要过敏检查是阳性的才能够确认诊断是过敏性鼻炎 那这里面大家还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其实很多的过敏性鼻炎呢 它其实并不是那么严重的过敏性鼻炎 这怎么说呢 因为相对于过敏性鼻炎有另外一大群的人是非过敏性的鼻炎 那现在的医学研究呢 越来越多人是既有过敏性鼻炎又有非过敏性鼻炎 在医学上呢 我们叫做混合性鼻炎 就mix rhenitis 所以这种病患其实是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 空气比较潮湿的地方 这种病患越来越多 所以呢 我们常说过敏性鼻炎事实上呢 你可能是非过敏性鼻炎 因为过敏性跟非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几乎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会有过敏性鼻炎 大家都知道嘛 像橙蚌啊 黴菌啊 花粉啊 狗毛毛毛 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过敏炎 90%以上是这样来的 那非过敏性鼻炎因素就非常多了 比如说老年性的鼻炎 老人他年纪越大可能鼻子才会流鼻水 那个就属于非过敏性鼻炎 孕妇也会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孕妇也会有非过敏性鼻炎 那另外情绪不好的时候 鼻子会不舒服 这种情绪导致的鼻炎 也叫做非过敏性鼻炎 所以像这一种 我们都必须要去辨认清楚 把他的整个因果弄清楚 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诊断 好 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 他可能每天就是会出现流鼻涕啊 或者是鼻塞 打喷嚏的状况 那基本上呢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啊 这个就是现在气候变化 或者是有沉满 或者是以为感冒 那请教一下 李教授就是感冒跟鼻炎 他的症状会有不同吗 感冒其实就是一个急性的鼻炎 或者鼻炎炎 那一般我们说过敏性鼻炎 或是我刚刚说的非过敏性鼻炎 它是属于慢性的 所以你这个事实上还算是不难区分 当你平常鼻子没有问题 突然间来了一个鼻塞流鼻水打喷嚏 那而且是这几天 或这一个礼拜比较严重的时候 那这可能就是感冒 那如果你平常鼻子就不太舒服 鼻子不舒服就是这几个症状 最常见的这三个 鼻塞流鼻水打喷嚏 那这种感冒跟过敏 这三个症状都会在一起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从这个发生的时间 跟发生的这个长短 可以去区分 大略区分是感冒 或者是过敏 那我刚刚说的 你的这个过敏跟非过敏 其实症状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能是感冒或者是过敏 或者是感冒或者是非过敏 这都可以去区分的 那如果说它是过敏性鼻炎 或是非过敏性鼻炎 或者是像刚才教授所提到的 有混合性的鼻炎问题 他没有去注意它 或没有去治疗它 严重会有什么状况 最常见的就是并发鼻痘炎 现在的鼻痘炎呢 我们现在说的鼻痘炎应该是说慢性鼻痘炎 那真正在医学上的名称叫做慢性鼻鼻痘炎 两个鼻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的鼻痘炎都是从鼻炎开始的 所以真正的鼻痘炎叫做慢性鼻鼻痘炎 或者急性鼻鼻痘炎都一样 所以你就知道说鼻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你一定会先得到鼻炎 再去得到鼻痘炎 再这个扩散到鼻痘里面去 当然会有少数例外 比如说孤立性的蝶痘的黴菌 或什么那些是少数例外 但大部分是先由鼻炎到鼻痘炎 所以鼻痘炎是最常见的一个鼻炎的并发症 再来就是下呼吸道 比如说你本来就有气喘的话 那你可能会因为一个鼻子的问题而导致这个气喘的这个诱发 甚至变成一个严重型的一个气喘 那小孩子是最常见的 因为小孩子的免疫力是比较差的 那像鼻痘炎 鼻痘炎大概大家也蛮常听到鼻痘炎 但是鼻痘炎怎么样诊断 他是确诊为鼻痘炎 病患本身都可以区分 就是说如果你的鼻水 你的分泌物是水状的 那么可能就比较不像鼻痘炎 那如果你的鼻涕是比较粘稠的 甚至是有颜色的 这颜色不一定是黄色 就比较粘稠 黄色绿色的或是带有血湿的 就可能你就是可能得到鼻痘炎 可以大略的区分 那真正要看就是要看专科的医师 专科医师如果要确诊 他是不是鼻痘炎 一般要做哪些检查 内视镜检查 加上可能需要X光检查 或不需要X光检查 那或者是进一步做电脑断层的扫描 那当你是一个慢性的鼻痘炎 怀疑是慢性已经是慢性病的时候 你就需要做个电脑断层 或者是核磁公正 那如果说他是鼻痘炎的患者已经确诊的话 他在治疗上面有哪些的选择 如果你是慢性鼻痘炎 但是他的诱发因素很明确 而且很容易治疗的话 你不一定要去做鼻痘手术 就可以把鼻痘炎治疗好 但是这个必须要一个很明确的 很到位的一个治疗手段 鼻痘炎可能会不用手术就会好 所以那个背后的检查 还是要非常的精准 那一般来说 很多人会去耳鼻喉科看 但是耳鼻喉科他可能 这个检查的器具也 没有像医院这样子足够 或是在判断上面 一般来讲就是看耳鼻喉科 可能做了一些症状处理 但他没有去根治 没有去找到背后真正的原因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 那他这样子鼻炎的问题 或是不管是任何 跟鼻子相关问题 越来越严重 会影响到的部位会很多吗 其实我们现在看耳鼻喉科的诊所 都是专科医师 那他们自己开诊所之前 都在大医院医学中心训练过 所以他们应该对这种 刚刚林小姐说 这些辨别方面 是有一定的一个能力 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所以那现在卫福部也推动一个 叫做验行计划 在天上飞的验 验行计划 就是鼓励双向转诊 所以像我们在治疗后 觉得这个病人稳定了 就可以转给诊所 请他帮忙照顾 那诊所相对的 也可以把一些觉得病情有需要 给大医院看的 就转到大医院来 是是好 所以就是要到这个专科医生那边去检查之后 如果说可能需要转诊到更大型的医院 例如说教协医院或医学医院的话 可能就就必须要要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或治疗了 对对 一般鼻子的治疗是不是一个比较繁复的工程 治疗大概一般都是只治疗药物治疗 那药物治疗大概分两大类 一个是口服药物 一个是喷鼻剂 那口服药物也很多 像大家都知道抗阻治安 那如果有鼻的炎的话是抗生素 那另外就是这个让鼻涕可以稍微稀释一点 这些药物等等的 另外一个药物就是鼻喷剂 鼻喷剂有几种 抗阻治安的鼻喷剂 内固醇的鼻喷剂 另外就是血管收缩的鼻喷剂 那血管收缩鼻喷剂 这个是会有会养成惯性的 这个一般医生都会知道说 要请你斟酌的使用 所以当你这些手段都用尽了以后 还没有办法好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洗鼻子 养成这个良好的规律的洗鼻子的习惯 正确的洗鼻子的习惯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一个正常人 假设你鼻子没有问题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健的 一个手段 算是鼻腔保养的一个方法了 对 这是因为在我们居住的地球 空气品质越来越差 但是鼻腔粘膜的演化速度 跟不上地球污染的速度 所以你就借用洗鼻子 助鼻腔粘膜一倍之力 可以把一些脏东西 或是不好的一些东西清掉 那鼻腔粘膜可以再恢复 它的正常运作 那如果说是过敏的朋友 他更需要洗鼻子了 过敏也要洗鼻子 因为过敏 我刚刚说过 你是过敏性鼻炎表示 你是有找到过敏源的 那你想象一下 这些过敏在你的鼻腔粘膜 有一些反应 有一些免疫反应 你把它洗干净以后 就会把这个副作用降低下来 所以过敏性鼻炎也是要洗的 好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林口长庚纪念医院 耳鼻喉部的部长 李达仁医师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的是 林口长庚纪念医院的 李达仁教授 李教授 这个病患实在是太多了 很多人就是 彼此的问题 不能够解决其实生活影响非常的大 包括他学习 他的工作 他的生活 的确没有好好的呼吸 实在是太辛苦了 那刚刚提到了 这个鼻窦炎 鼻窦炎的患者 他需要在处理的时候 要看看他的这个 到底状况严重性是如何 那不一定要走到手术这个部分 他可能可以用其他方式 就可以帮他解决掉 鼻窦炎产生的困扰 那其实鼻子的问题还有很多啊 像刚才教授有提到鼻息肉 鼻息肉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啊 鼻息肉就是一种不正常的增生 我们平常说鼻炎 鼻窦炎 你会看到一些鼻黏膜的肥厚 那他是在本来就已经有的这个黏膜 他变得比较厚或比较增生的程度 但是鼻息肉是没有本来是正常是没有的 那你就突然看见一个一个增生东西 他就是鼻息肉 那所有鼻子的问题 其实他的原因都不外乎缺氧 缺氧的意思是什么 当然空气中是不会缺氧的 但你如果鼻塞的话 你有一部分或是大部分的黏膜 就会处在一个缺氧的状态 那慢慢的他就会造成鼻窦炎 鼻息肉的一个生成 那当然鼻息肉还有跟这个免疫学 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他是 现在我们知道鼻息肉 最近这几年又把它区分为 第一型或第二型的鼻息肉 那如果是第二型的鼻息肉呢 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治疗手段 他是手术之外的一个更好的治疗手段 我们统称为生物治疾 生物治疾是有很多种 所以这些状况都是我们必须要去 医生也一样病患也一样 必须要与时俱进 去了解最新的这个 鼻病治疗的一个趋势 所以鼻息肉是一个不正常的生成 那他会越长越大吗 不见得 但是鼻息肉有时候不只是鼻息肉 像有一些鼻腔的肿瘤 他看起来像息肉 或是真正他是一个 被鼻息肉包围在里面的肿瘤 外面真的是息肉 但里面是肿瘤 但这种状况并不是很常见 但是也不少见 所以鼻息肉一般来说 我们说这不是鼻腔里面原来有的东西 他是多出来东西都应该 理论上都应该去切除 下来化验 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有电烧过鼻息肉 但是感觉好像鼻息肉又长回来 让我的呼吸很不顺畅 所以鼻息肉是会在长的是不是 有时候 你在高中的时候做的这个手术 在那个时代 我想医生有时候为了便于解释 或者他病患太多都说鼻息肉 我没有看过林小姐真正你鼻子里面是怎么样 但是我认为你可能不是鼻息肉的问题 你去治疗去烧掉的可能就是一个真生的鼻涅膜 就是我刚刚说的发炎的鼻涅膜 但是有时候可能病患太多医生就来鼻息肉鼻涅膜 这样比较好解释 那病患的接受度也高 你要跟他讲你没有鼻息肉 他会反问为什么鼻子这么不舒服 你还要多做一些解释 但是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给一般社会大众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大部分的鼻病 其实鼻息肉是不多的 你要真正看到鼻息肉是一个特殊的状况 那在鼻息肉跟正常的鼻涅膜增生之间呢 我自己的经验认为 还有一个领域叫做息肉样 样子的样 息肉样的变化 它可能是涅膜的肿胀 过度的肿胀 看起来像息肉 但是还没有变成真正的息肉 是一个极度的水肿 我把它叫做息肉样的变化 所以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只有鼻息肉才是真正的息肉 息肉样的变化 息肉样的黏膜 或者是增生的黏膜 肥厚的黏膜 都不算是鼻息肉 好 所以因为这个已经蛮久远以前 我做了一个烧灼手术 但是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好 那像鼻息肉是一个问题 如果一直不去处理的话会怎么样 鼻息肉一般比较常见的就是会造成鼻塞 那尤其是单侧的鼻息肉 或者说你一边的鼻息肉很大 一边的鼻息肉比较小 这个都有可能造成单侧那边比较容易鼻塞 那但是如果鼻息肉并发鼻痘炎 因为你知道吗 息肉越来越大 它就会堵住这个鼻痘的开口 而造成鼻痘炎 那浓郁就会积在里面跑不出来 所以你就会有鼻痘炎的症状 包括哪些呢 鼻涕倒流 耳朵闷闷的 然后经常会清喉咙 病人有时候是描述是咳嗽 但是其实你仔细去询问 都不是咳嗽 其实是清喉咙 经常要清喉咙 这样 所以这一种都是鼻息肉 造成鼻痘炎的一个并发症 但是我刚刚说的 假设你一边的鼻息肉 已经比另外一边超乎寻常的大 或另外一边是正常 这边鼻息肉很大 那你更需要去做进一步的评估 到底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息肉 还是另有一些问题存在 更担心会有肿瘤 或其他的问题发生 对 好那像刚才讲到说 因为鼻息肉 它会堵住我们呼吸的通道 所以就必须要让通道变得更舒畅 那刚才上一段教授有提到 很多人在做这个症状处理的时候 会用鼻喷剂 那刚才提到鼻喷剂里头 因为刚好谈到 不管是肋固醇 这个抗除肢安 或者是一个让我们的这个 应该是血管收缩 血管收缩算是它比较立刻见效 但是它的风险就更大对不对 对它会变成有一个惯性 如果说难听你就是你会成瘾 越喷越没效 越喷越没效 然后越喷剂量越多 越大 所以这个在医学上也有一个名词 叫做药物腺鼻炎 药物腺鼻炎就指的就是这一种 你已经长期喷这种 血管收缩剂的鼻喷剂所造成的鼻炎 一般就是肥猴性的鼻炎 就是你想象 这个你每次喷这个血管收缩剂 它就收回去 然后等它等一段时间 它又放松了 一下收缩一下放松 久了以后就想象 它变成一个好像失去弹性的橡皮筋 整个就垮在你的鼻腔里面 你就越来越比赛了 就是可能越喷它越没效 因为它收缩然后这个放松 收缩放松 它越来越没有弹性 弹性疲乏一样 对 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 就是说我周边有太多朋友 鼻子有问题 那很多人都是用鼻喷剂 那因为鼻喷剂在药局 其实你买的也非常的方便 但是你要了解说 你喷的到底是什么 你如果长期喷的是这种 比较血管收缩型的话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它可能会让你越喷越没效 那其实还是要去找到 它各种的原因 到底为什么让你鼻子这么不舒服 那还有一个提到的鼻问题 就会提到鼻中隔弯曲 那鼻中隔弯曲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 它是天生的吗 还是后天的影响呢 鼻中隔弯曲 其实是我们在内视镜之下 看到的一个现象 那全人口我觉得90%以上 都有鼻中隔弯曲 但是这个鼻中隔弯曲 到底有没有病理上的意义 就是说它会不会造成你的鼻塞 会不会跟你的鼻息肉 鼻痘炎是有关系的 那就要看鼻中隔弯曲 到底是哪一种弯曲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鼻中弯曲 其实鼻中隔就是隔开鼻腔 两侧中间那个隔板 那它有包含骨头的部分 跟软骨的部分 所以当你鼻子 可能先天生的就有弯曲 或者后天有撞击到 造成这个鼻中隔弯曲的时候 假设它会造成另外一边的 就是比较狭窄那边的问题的话 那么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到后来两边都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时候的鼻中隔弯曲 就是有病理意义的 就是病理性的鼻中隔弯曲 假设你真的完全没有症状 你去诊所或是医院说 这是鼻中隔弯曲 这种鼻中隔弯曲 可能是一个生理性的鼻中隔弯曲 不一定去要去做任何的处理 那鼻中弯曲有分好几个层面 我刚刚说了 原因是外伤性又先天性的 或是两个都有的 再来说它是尾段弯曲 上方弯曲 高位弯曲 后段弯曲 下方弯曲都有 所以一个鼻腔其实是非常的狭窄 也非常的短 男生的鼻腔从前面到后面 到接近喉嚨的地方 大概是七八公分 女生是大概六七公分 但是我刚刚说那么多的位置 你要区分清楚 这样治疗才会到位 鼻腔不是只是一个鼻腔 鼻中的弯曲也不是指向一个方向弯曲 也不是某一个地方弯曲 它可能在高位弯到左边 低位弯到右边 后位弯到左边 或是两边都有弯 必须要这样去区分 所以如果说它被判定为鼻中隔弯曲 如果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功能性的话 它并不一定要去处理它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哦 了解 它会在外形上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如果是鼻子有撞击到 导致外观看起来有一点歪的话 那么可能里面 鼻中隔会有弯曲 但是从外观是看不到 鼻中隔的这个 到底是正常还是有弯曲 嗯 所以从鼻梁 鼻中隔是在鼻梁的里面吗 后面 哦 后面 对 鼻梁的后面 对 OK 鼻梁是撑住整个鼻子外观的一个 一个等于是钢架 嗯嗯嗯嗯嗯 鼻中隔弯曲也会造成哪一些的问题啊 包括呼吸不顺鼻塞也都会吗 对最简单来说它就是造成狭窄那边的鼻塞 但是鼻腔呢是身体唯一的器官一边不好会影响另外一边的 所以到后来呢你可能一开始是胆就比较狭窄那边塞到后来两边都一起塞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推论就是一个机械空间变小 另外一个就是说鼻中隔弯曲可能会加重你的过敏性鼻炎 加重你的非过敏性鼻炎 加重你的气喘 这是最容易被人家忽略的 所以鼻中隔弯曲到底重不重要 不是说哎 临床上我们看到哎这个弯的那么厉害 但是他没有症状 你不一定要做积极处理 可是呢只要他有问题 即使这个弯曲不是很严重 你都要思考 治好他会不会对他的整个病情是有帮助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请教李达仁教授马上回来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好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李达仁教授 来跟我们讲讲各种更关于鼻子的问题 鼻子在我们的嗅觉上面当然很重要 鼻子关乎到我们呼吸 关乎到我们的睡眠 关乎到我们日常生活学习都非常的重要 那了解一下自己鼻子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我想对于我们日后 我们年岁越来越长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刚才讲到鼻中隔弯区 鼻中隔弯区的分类 刚才教授也提到 那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报导 有特别提到空鼻症 空鼻症这个部分 请李达仁教授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疾病啊 空鼻症不会是天生的 空鼻症一定是之前手术过 所谓病发的一个问题 那之前的手术可能做一次两次 甚至更多次 那我一个病患是做了14次的手术 所以这个空鼻症呢 本身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不只治疗棘手 即使是诊断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 因为现在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 所依据的这个手段呢 是在教科书上都写得很清楚的 但是呢就是有一定比例的病患 在术后会得到空鼻症 那所以空鼻症 大家都这个万文生意嘛 就空空如也 里面太空了 所以它并不是有长肿瘤 有长刚刚我们说的习 都没有 那你要去诊断 这个空鼻症是不是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诊断的方式 最简单就是我们用问卷的方式 那问卷本身是一个主观的东西 所以问卷的项目如果越多 是不是越好 越能够客观的反应他的病情 那我们现在在我们在我们医院里面呢 我们用的问卷呢 多达134项的问题 当然病人都不会觉得不耐烦 因为这些病人其实都很不舒服的 所以当你用这些主观的问卷去 了解他的基本的病情以后 再去做另外的评估 再看看说这个病患需要做怎么样的治疗 那空鼻症最严重的症状就是睡眠的问题 它不只吸不到气 而且睡眠有困难 睡眠呼吸中止 我现在说的睡眠困难 睡眠呼吸中止 以及这个嗅觉的障碍 以及精神状态的一个问题 甚至它有 我们的病例是最多的 34%的这种病患会有厌世的倾向 这个都是我们发表在论文 曾经已经发表在论文上面的一个数据 所以空鼻症呢 诊断小心 评估要非常谨慎 治疗也要非常的谨慎 要跟病患沟通 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 医病双方的共识 对病患提供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 像空鼻症的患者 大部分都是做过手术的患者吗 全部不是大部分 全部都对 那像我这种电烧过的就有可能是吧 如果你真的只是做电烧 而不是做电烧以外的话 比较不会 但是有时候 可能他做的积极一点 那就有可能会 是所以空鼻症 这个的确是比较新的一个疾病 大家可能也可以透过 今天教授的卫教来了解一下 那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说 鼻通道越宽越不会比塞 所以在空鼻症上面看也不是这样子哦 鼻通道不是越宽就越好 那正常的鼻子应该是 大概通道维持在0.1到0.2公分的这个通道 那鼻腔里面是四通八达的 但是你要到鼻腔的越深步 通道还保持这么小 而不塞住 这是很困难的 所以空鼻症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目前所用的手术都是让通道越大 越好 现在关于鼻子的治疗方式哦 其实技术真的是越来越进步哦 包括了在治疗 包括鼻息肉啦 或者是他合并有什么鼻甲肥厚等等之类的哦 各种的手术方式 一般来讲是要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他可能要到这个手术的呃 情形他才能够对他来讲治疗会比较顺畅 影响生活 最重要就是影响你的睡眠 鼻腔是跟睡眠息息相关的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假设你用嘴巴呼吸 他是不会窒息的 但脑部会缺氧 反之用鼻子呼吸脑部不会缺氧 所以这牵涉到你的睡眠品质的问题 所以假设影响到你的睡眠 就要做积极的治疗 那像呃 刚才教授有提到睡眠呼吸中止症 睡眠呼吸中止症 他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 那其中一个可能也是跟鼻子不顺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这也有可能是 睡眠呼吸中止症 呃 影响到他的睡眠 也有可能是鼻子影响到 变成睡眠呼吸中止症 他的因果大概是怎么样 睡眠呼吸中止症其实有很多原因啦 但是彼此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鼻子不好的病人 譬如说你刚刚我们说那些那几种疾病都有可能会造成睡眠呼吸中止 那当然睡眠呼吸中止的严重度也有不一样又轻有重 嗯嗯嗯像打呼跟鼻子也息息相关了 打呼在一般说起来打呼是一个生理现象 每个人都会打呼 但是睡眠呼吸中止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嗯所以这个要好好的去做一下检查啦 那像治疗的部分 关于鼻腔的治疗 现在有哪些最新的治疗吗 目前就请向有微创的治疗 嗯那微创是一个名词 但是用微创的这个器械呢有非常的多种 你做鼻炎的手术有鼻炎的微创的器械 鼻痘炎有鼻痘炎的微创的器械 嗯那空鼻症的重建 有它的微创的一个方式 所以一般就是用微创 这个两个字来概括所有 鼻部手术的一个方式 微创的意思就是说它的伤口很小 它复原期会比较短是这个意思吗 对或说你外露的伤口很少 那真正越好的微创就近乎五创 就是最好的微创手术 哦是好所以现在大部分 的鼻子的治疗都可以用微创吗 应该全部用微创才对 不是大部分用微创 是应该全部都用微创 你要你任何不管你多严重 都应该用微创来治疗 才不会有后遗症 那像微创这样的技术 在我们的长庚医院 是这多少年来 大概就可以把所有的鼻症 都用微创来进行 应该是一二十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微创事实上它的器械一直是新月异 那医师的手术技术也是在跟着在进步 所以其实这个微创是越来越精密的一个微创手术 那做微创的话也是要按照他的病症 的治疗方式 复杂度 他可以选择全麻或半麻吗 对这是好问题 如果是一般你的鼻子 像我们在我们医院的话 要手术的病患 都是一定是严重度比较高的 那这严重度比较高的 你用局部麻醉不能办麻的 就局部麻醉的话 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用全麻的方式 那全麻方式不一定要插管 可以用喉罩式的麻醉 喉咙的喉 口罩的罩 喉罩式的麻醉 这样相对来说病患的风险会比较低一点 那流血量也会少一点 那微创的定义有三个 这是我自己给他定义的 第一个就是说 手术时间短 不包括麻醉时间应该在半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结束 第二个呢 流血少 那流血少这个定义要多少呢 我认为在二三十细细以下 甚至最多五十细细以下 第三个就是说 他在术后呢 伤口不会有痛或肿或脏 这个是我给他的定义 微创的定义 那他恢复期也会缩短很多 当然 因为光是没有伤口 就是伤口很小很小 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 那有些人鼻子的问题 他可能很复杂 他是复合性的 就是他可能有什么 笔法狭窄 又鼻中隔弯曲 又什么过敏性鼻炎等等 他有可能会变成 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这样的人多吗 很多 笔法就是在鼻腔最前方 鼻孔的附近 他是负责把气流压缩 假设你笔法不好 这压缩能力就不行 所以后面的鼻腔 黏膜的功能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很多的病患 他是笔法有问题 而不是鼻中隔的问题 那他这个有可能是天生的 后天或先天的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就要看 这个鼻子 他的这个构造 有没有哪一些状况是可以做调整的 笔法也可以重建对不对 可以 那笔甲也可以重建 笔甲可以重建 所以这个整个来说 我们就叫他做微创重建 那笔法还有前笔法后笔法 他笔法有双侧 所以一个人有四个笔法 那如果以这个鼻子的构造来说 要不要教授来帮我们卫教一下 鼻子的构造 从头到这一整个的构造 虽然好像不是很长 但是他的构造上面 大概有哪个哪几个部位 你说功能吧是不是 对 你看看上帝造人 为什么不让进去肺部的空气 直接从嘴巴就好了 嘴巴那么大 对 要经过那么小的鼻腔 就是因为鼻腔有太多的功能 但鼻腔有鼻中隔 鼻上中下鼻甲 两侧的 鼻法后鼻法 那进去肺部的空气 之所以要经过鼻子 是因为鼻子有太多的功能 鼻腔里面有太多的功能 比如说对这个气流的再处理 可以把这个气流的湿度温度 处理到一个最适合的温湿度 进到肺部 它可以基本的杀死细菌 跟杀死病毒 它可以过滤 过滤哪些像烟 二手烟 厨房的油烟 机车的废气 烧香的烟那些都是 甚至这个大分子 大分子的PM 2.5可能是比较小 PM5PM10 都会在鼻腔里面被过滤掉 当然是不是真能够过滤 就看你鼻腔功能 到底是不是正常 越正常越有这个效果 所以你要有个正常的鼻子 当气流经由鼻子 气流经由鼻子进到肺部 才能够得到这个保护肺部的这个功能 所以鼻子真的是很重要的存在 一定要闭起嘴巴 用你的鼻子呼吸 如果长期有 我真的很多很多朋友 都是没有办法鼻子正常呼吸 所以他们都是用嘴巴呼吸 这样长期下来 会有什么后果 嘴巴呼吸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 第一个我刚刚说的睡眠的问题 那你的脑部缺氧是不是在年纪大了以后 比较会有实质的倾向 这个还不知道 但可能是 另外就是肺部的影响 下呼吸道的影响 那个都会 所以用鼻子呼吸 对肺部才能够得到一个有效 真正的保护 用嘴巴呼吸 对肺部是完全没有保护的 是把肺部 曝落在所有的环境的风险里面 所以鼻子呼吸跟嘴巴呼吸 鼻子可以过滤掉很多外界的一些 脏的对身体有害的 那样嘴巴呼吸就是外面有多脏 吸进去就是多脏 类似这个概念 对 对 所以你在讲话跟吃东西以外的时间 能够闭起嘴巴就尽量闭起嘴巴 古人有一句话说 吉人慈寡 造人慈多 这真的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今天很荣幸访问到 李达仁教授 来跟我们聊聊 鼻子各种样子的疾病 还有治疗的方式 以及鼻子为什么 对我们的健康这么的重要 那最后再请李教授提醒我们一下 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 因为台湾有鼻子问题的人真的蛮多的 他要怎么样去好好的保养他的鼻子 那什么样状况记得一定要去看医生找到那个最根本的原因 鼻子是一个大众疾病 它不是小众疾病 它发生在我们周遭几乎所有人都会面临或多或少或严重或轻微的这个鼻病 所以这个鼻子的疾病不但是很很广泛 但是呢 它也容易被忽略掉 那现在的治疗鼻子的方式呢 已经非常的进步了 我们可以去分为大略分为药物治疗 物理治疗跟手术治疗 那手术也都是全面微创化的一个手术 那平常假设说你鼻子有一些你认为症状不严重的话 那可以用保养的方式来保养鼻子 那保养的方式最重要是两个 我刚刚说到一个是洗鼻子 你可能规律的洗鼻子 多规律呢 可能一个礼拜洗个一两次 假设你真的不严重的话 那越严重就可以将这个洗鼻子的频率呢 慢慢提高一些增加一些 第二个保养方式就是运动 哪一种运动是对鼻子的保养有帮助呢 是路上的有氧运动 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它对于骨关节疾病的病患啊什么都很有帮助 但是呢 假设你呼吸道有问题 特别是鼻子有问题的 你是不适合游泳的 因为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 你是用嘴巴呼吸的 鼻子没有任何的空气进入 所以我刚刚说的路上有氧运动 比如说快走慢跑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闭起嘴巴 让越多的气流 越强的气流 越大量的气流 进出你的鼻腔 对鼻子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保养 鼻腔泥膜 这个气流对于鼻腔泥膜 就好像阳光 对植物一样 假设说鼻腔泥膜接触不到这个气流 正常的气流 就好像植物接触不到阳光 慢慢就会出现问题了 所以假设你有鼻子的困扰 何妨先在附近的诊所 先看一下我们现在诊所非常的多 很多好的医生都在各个社区的诊所里面 可以先寻求一个初步的一个咨询跟治疗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再转诊到大医院去 是好那因为刚才这个李教授也跟我们提醒了 鼻子如果说一直都是出现症状 或者是你常常觉得呼吸不顺 的确的确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健康 包括肺部的健康 包括心血管 它跟心血管的连结度也是非常的高的吗 对 鼻腔是上上呼吸道 所以上上呼吸道保护上呼吸道 上呼吸道再保护下呼吸道 所以鼻子不好的话会引起下呼吸道的问题 那么心肺技能慢慢就会受到影响 你的肺活量不好 当然心脏慢慢就会不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 其实距离并不会很遥远 但是关系非常的密切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爱护你的鼻子 如果你鼻子真的 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的话 一定要记得去检查 然后找到最根本的原因 好好做治疗 今天非常谢谢林口长根纪念医院 耳鼻喉部的部长李达仁部长 好医师来跟我们接受访问 谢谢李医师谢谢你 谢谢林小姐 谢谢各位听众 接下来取一舍定小医村民医的POP抢先报